怎么办呀 老爷都搬走了 怎么回事啊 哪儿还有男士衬衫啊 阿贵 宝宝 怎么办呀 别哭了 阿贵 老爷跟太太总有法子的 来一下 来一下 我是一帮银行的总经理 程一致 这是我的太太 女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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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 里边请 来 干杯 不如 来点儿音乐 不如 来点儿音乐 美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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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我们随分是在 布图厥和上海 都说卡内先生精通音乐 我这有一张唱片 想请卡内先生评鉴评鉴 可别说 是 我怎么听说 别说 这 还行为 我去洗澡 我上 我以为此处是肖体群和一位队 精心对抗和长征 那看来还是卡内先生 了解得更加深刻 很可惜我们没有公事 卡内先生 我丈夫跟您国籍不同 年龄不同 接受了教育不同 所以可能对同一段作品 有不一样的理解 不是 不是 音乐是最丑向的语言 心灵不同 对音乐感觉才会不同 那您认为今晚的红酒如何呀 味道很好 但是 喝完这杯 我跟我的太太要走了 我 对不起 先生对不起 对不起 卡内先生 王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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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拿一件新的衬衫给卡内换上 老爷 您的衬衫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 那我 我就去给您拿 爸 夫人您请坐 好 来 先 稍等 我说在这儿不好意思 我负 HTTP 怎么办呀 老爷 都搬走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哪儿还有男士衬衫啊 阿贵 我哦 妈或是怎么办 阿贵 我哀的 别哭了阿贵 老爷跟太太总有法子的啊 卡雷先生 这衣服您穿着还真合适 您放心 您的衣服呀 我们会给你整理干净了以后 送回府内 对 刚刚发生的那件事情 您就不要往心里去 当做一个误会 我们阿贵那丫头 别的什么不会 她想给您做一碗核桃粥 让你们尝一尝 正好这个唱片停了 我去换一辆唱片 我还很抱歉 这一天不早 我都忘了抬起来